随着我国已经达到了超过80%的成年人口完成疫苗接种之后 政府也把疫苗接种的重心放在了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上 卫生部副长诺阿兹米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 截至昨天全国其实已经有超过41万名年龄 介于12到17岁的青少年接种了第一剂的疫苗 而在各州当中又以沙巴州的青少年接种量最高 已经有超过14万890名的青年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为了顺利在全国开展青少年接种计划 诺阿兹米也宣布将会把青少年接种的方式划分为几大类 首先就读一般学校的青少年将会在学校进行接种 学校会和特定的接种中心来配对 轮流安排学生到校接种 至于就读寄宿学校的学生 则会通过Mais Jatra或许预约 而已经辍学的青少年 则可以通过登门接种的方式到接种中心去 不需要另外再预约 另外诺阿兹米他也强调 当青少年在接种疫苗的时候 父母亲也请陪同孩子去接种 副卫生部长诺阿兹米今天在联合记者会上指出 当青少年接种疫苗时 需要有一名父母的陪同 以随时确认孩子的健康状况 监督孩子接种后的身体状况 表示父母无法出席 则必须授权监护人陪同 而当被问到考试班学生会不会在开学以前 如期完成疫苗进种时 副卫生部长诺阿兹米也显得相当的有信心 我可以理解